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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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時候作文的時候 是否都有寫過我的志願 我當然有寫過 其實我以前的志願 又不是歌手 又不是空中小姐 反而是教師 不知道你小時候的志願又是甚麼 從前有一個叫阿成的年輕人 他小時候的志願就是做醫生 或者是教師 不過阿成的家境就不是太好 他很早就要出社會去工作 幫補家計 他輾轉也做過幾份工作 不過也不是做得很長 之後就有人跟阿成說 阿成其實做郵差收入也不錯 不如你試試吧 然後阿成之後就去報考做郵差 終於阿成就做了一位郵差 不過他發現 原來派信跟他想像中 都挺大出入 要經常揹著一個很重的袋子 還要日煞雨淋 都不在話下 而且派來派去都是同一句 他開始覺得好悶 我開始厭倦這份工作 終於過了一個月左右 他就一天跟自己說 我決定派了今天的信 就回去辭職了 阿成派啊派 信袋裡的信越來越少了 最後只剩下手上這一封 阿成一望 為甚麼會這樣 地址化開了 一定是剛才落無無雨 那時候滴濕的 怎算好 但這一封是我作郵差派 最後一封信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收尾 於是阿成就根據收信人的名字 逐家逐戶敲門 希望可以找回收信人出來 時間過得很快 那天已經黑了 阿成已經敲到 不知是第幾戶人家的門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男生出來應門 他一見到這封信 就很開心地大叫 這封信是我的 然後他父母就跑出來 跟他一起拆信 原來這封是一封大學取錄信 這個男生考入了心儀的大學 之後他一家人都很感激阿成 還跟他說 多謝你 如果不是你堅持去送這封信 可能我們都不會收到這個好消息 阿成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自己派的信 可以為收件人帶來這麼大的意義 他還發覺 其實做郵差都可以幫到人 對社會很有貢獻 所以他決定不辭職了 還會很用心做好郵差這份工作 希望為市民送上好消息帶來希望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崗位和使命 以不同的方式去幫不同層面的人 從中可以獲得滿足感還有意義 阿成就選擇做一位好郵差 去為市民送上好消息 而我就希望用我的歌聲去鼓勵其他人 不知道你又會想以什麼崗位 什麼形式去祝福世界呢 我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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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圓圈